零售債券確實是有它的好處 令到我們整體的借貸能夠分擔一些風險 所以除了說有公眾參與之外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樂意發行一些零售債券 當然零售債券應該是三年還是五年 都要好看市場本身的需求 因為其實有很多市民可能會嫌五年太長 有些可能覺得三年更加適合 不過我想我們去到真的發行的時候 就會根據實際情況再作一定的調整 我們現在的計劃雖然說是發行五十億 當然如果市場將來確實在這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還有我們整體的到時的財務狀況是虛可的話 我也不排除在將來我們會再考慮 是否應該發行更多的零售債券